乐宝在计划三胎了 这可把爱宝和爷爷们吓坏了 将爷爷透露 最近乐宝的行为很反常 吃得少睡不好 整天上窗下跳的活力满满 好像是浑身的力量无处散发 就连晚上爷爷去看乐宝 乐宝还抓着门询问爱宝在哪 奶爸 你以为我这一脚晴天是白练的吗 赶紧开门让我去见爱宝 我着急给你生个三胞胎孙子 无奈的爷爷只能好言相劝 慢慢安抚 为什么说爱宝和爷爷们都吓坏了呢 毕竟爱宝见一次乐宝就要闭关半年 然后再辛辛苦苦带娃三年 乐宝是一天娃娃都不管 叫谁谁不生气 而且乐宝的能力也太过惊人 第一胎生一个 第二胎生两个 照这个规律 第三胎怕不是要生四个 爱宝想想都头大 爱宝心想 算了 分手吧 开心一天辛苦三年不值得 但是乐宝还不知道爱宝的想法 每天还憨忽忽的想念媳妇 再说了 就算爱宝同意 爷爷们也不会同意啊 最近爱宝不但摆烂的如火纯青 猪打一个娃娃我不带 谁爱戴谁戴 所以爷爷们最近累的已经没有笑容了 这不 两位爷爷轮流来和爱宝吐槽抱怨 但是爱宝得了选择性失聪症 只要是和娃娃挂编的词一句也听不懂 也不做回应 只是自顾自地吃着竹子 我在想 爱宝可能是和江爷爷学的 毕竟江爷爷有选择性失明症和选择性失聪症 对 肯定是和江宝觉得 肯定是和江宝觉得